溫泉你推我就泡系列 有三溫暖 有溫泉 然後又有泳池 晚餐早餐全部吃到飽 清新溫泉酒店 所以我今天呢 就帶我們家的媽咪 媽咪 媽咪 很舒服了吧 哇塞 怎麼會有魚肉啊 這是台北的 有五星級飯店 有五星級飯店 你好大家好我是屏屏泡包 今天呢又來到了我們的 溫泉你推我就泡系列 這一次呢是由台中當地人喔 我特地來推薦說 那個屏屏我知道你們家的人很多 所以想要推薦你一個台中在地 有三溫暖 有溫泉 然後又有泳池 而且呢現在還有什麼 一泊二食晚餐早餐全部吃到飽 清新溫泉酒店 哇一天要吃到飽我就興奮了 嘿嘿嘿 那個溫泉就不重點了 我是要來吃爆 那沒錯 因為呢一直要推薦給家人 所以我今天呢 就帶我們家的媽咪 媽咪 媽咪 OK 好的 直接住溫泉飯店一晚 出發 GO 我們來到了清新溫泉酒店 車子已經停好了 現在就要帶媽咪去Share in了 天啊超級大眼 看起來真是很適合家庭旅遊 耶 台中溫泉我來了 泰中溫泉第一次攻略衝阿子 唷好大喔這裡 那就是光年它們還在B棟的11樓 B棟的11樓 喔很高呢 那然後它的部分呢它都在裡面 謝謝 喔好啊幫我介紹一下好了 設施的部分呢它這個方向有個外的包湯匙 裡面的男女分排的桑湯 好 那這邊有男女分排的裸湯 那這邊戶外的部分要做泳湯 那這邊戶外的部分要做泳湯 電梯的地下二樓有個完全戶外的花園泳池 喔喔 下面有個觀景瓶 那準備好當就可以了 好 謝謝 謝謝 我的天啊 有健身房 有游泳池 有三溫 有KTV 有露天溫泉 基本上什麼都有 這兩天玩不玩呢 這個玩具玩不玩 很棒耶 那我們現在就去房間 我選了一個超級大房間 來了 房卡 給它按下去 哇 我的天啊 哇塞 這個房間超大的 值8坪耶 果真真的大到爆掉了 直接一房一廳 這竟然是可以轉的 這邊 這個看出去是 台中市的市景啊 然後還有這個 露天風旅 另外一邊 這是景觀房啊 這邊呢可以看到 彰化市景 哇 這個房間有點猛 有點猛 好的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房間攤屋 這個也太大了吧 我可以在這個廁所替地板跳breaking耶 哇塞 今天呢 雖然說是只帶媽咪一個人來啦 可是這個房間 應該是可以直接增加到 四人房的喔 咪開心咩 恩 恩 喔唷 開心 嘿 一定要得到成正的孩子 因為其實我媽咪超級喜歡 坐在泳池邊要看天空啦 然後或者去泡泡三溫暖啦 可以出汗的這種活動 所以呢 找的這間喔 全部都有 好 那事不宜遲 趕快帶大家去看他們的 露天游泳池 跟 湯 嘔 go yay go ay 各位現在呢就要來欸 代媽咪大爽特爽第一站 陸天游泳池 yay 啊的 Recht you 好 現在我要立刻給你跳下水 yuu 各位好像已經換好衣服了 我會躺一下 很舒服了吧 哇 這個天空 全部都是我的 好享受喔 我的媽呀 現在是咪咪擺拍POSE時間 咪咪畫爆人生一下 咪的藕包很重喔 她怎麼生了一個這麼沒有藕包的女兒啊 真是奇怪了 準備跳水 先跳哪一匙 雞蛋 雞蛋 破雞蛋 看誰買到破雞蛋 好 那個綠色看起來像綠藻石的 就是邊曬沛陽然後邊泡溫泉的感覺 哦 這個是40度啊 超級燙的 難怪直接燙到一個死節進去 好啦 各位 我們算是泡完喔 然後也舒爽夠了 現在就要去第二爽 吃他們的自助晚餐 我們認真點了啊 嘿嘿嘿 去把我想要的食材全部都找過一輪 還有現點現做區 牛排 雞排 豬排 哇 豬皮濃湯 蔬菜區 蕎麥麵 我的生魚片 哇塞 哇塞 怎麼賣有魚肉啊 主廚 主廚 那個主廚您好 您放褲肉 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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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給你吃的 幹嘛 對對對 您有想過成本的問題嗎 呃 這邊基本上一個統計成本 我的天啊 綜合壽司 哇 甜點耶 提拉米蘇 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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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 餐廳之外呢 如果來這邊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旁邊還有一個鐵板區 哇 原來這邊還有啊 我們下次要帶爹來了 我們家爹地又喜歡這樣子 超級豐富的晚餐 下次要帶爹來了 掰掰 好啦 今天呢 第二天早晨 泡房間裡的湯 喔 你也換好了嗎 咪咪 好耶 好耶 好 咪先下 好看 咪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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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難怪必來這兩天一夜啊 真的是超級開心的 我跟你們說喔 我這個人喔 非常簡單 因為呢 設施順位夠多 才能讓我 兩天一夜 直接整天都泡在飯店 我們這兩天一夜呢 我都比你完全沒有踏出飯店任何一步 所以呢這就是我的原則 就是要擁抱 就是這樣 來總結一下 設施喔 露天游泳城 露天溫泉 露天SPA區 三溫暖 健身房 一博二十的晚餐 房間超大床 湯屋 真的是非常之多 整體下來真的是滿滿意的啦 真的是很適合代價的來 相較於台北來講 是去台北的五星級飯店 它比較有別於台北的五星級 是一個高濕風 這邊其實不會有那種 喔很高濕的感覺 雖然說你可以一看就知道 這邊很多東西都很用心的 好像是經營了二十幾年吧 也算是有口碑了啦 總的來說呢 泡湯體驗感受的話 我大概會給到 三十五分 CP值的話 一個晚上六千八起跳 雙人一博二十 一個人差不多三千四 可以吃一個自助餐餐 再加一個早餐 再一個房間 可以泡湯 可以游泳池 可以三溫暖 這個CP值來說 我覺得已經算很高了 但是切記 千萬不要踏出飯店一步 一定要把這個飯店所有設施用爆 所以呢 如果是跟家人一起來的話 還是很推薦的 這一集媽咪很漂亮吧 可以把各位歡迎多多稱讚媽咪 媽咪會很開心一點 下次如果還想要看我 帶家人媽咪或阿傑 去哪邊泡的話呢 歡迎下方留言 你推我就泡 好的 那我們下集再見 我是平民泡飯 我去平民泡飯 媽咪 拜拜 從什麼花灑出來呀 花灑 啦 喔唷 喔 按摩槌書 試試看 哇哇喔 歡迎 Dalam solidar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